好 那首先啦 我们呢 定到了这个点的部分 那么我们现在先为各位讲解的是选取的操作 那这选取的操作呢 我们只限于点 比如说把我们这个各位呢 要了解的 我们把它讲解一下 好 首先啦 针对于这个 这个地方按下去的话呢 最主要是你要选的东西 好 你注意看 我呢 不管选的是点 线 边界 还是面 你也没有发现 底下全部都不能选 怎么样 好 也就是说呢 你如果把这个按下去之后 它代表的就是所有的选择方式 通通都没有下 好 第一次是呢 不让你怎样 不让你选取到任何元素 好 这个就是说你在编辑的过程 如果怕不小心去选到 或是不怕不小心它怎样 可能这个过程 你都可以先把它调 比如在这样子的话呢 预防 那么这时候底下就是都不能选了 好 所以这个地方租一下 下来呢 当你选到了某种 比如说我选到点的模式 如果底下有不让你按的 那就代表它不是属于点的形式 不属于它的范围的操作 所以有时候你会遇到这个 按不下去 那就代表它跟它是不单单的 好 那现在呢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 基本上我们选取的方式 当然说我了解有两种 一种点选 一种是框选 如果说呢 单纯的 你上来都不要去选它 好 我们以点的形式来说 我点到它 好啦 我点到它呢 你有可能也会怎样 好 用点的话是还好 如果我今天是用框的 那么有可能 我框到 选到是两个点 可是如果你把它转到后面去 转到后面去 好 你转到后面去 也许它后面也有点也会被你选到的部分 因为它会有背面的问题 懂我记得吗 好 所以呢 这种情况之下呢 为了避免这种情况 通常我们建议各位 这句话打工 你才不会去选到背面 这个地方 告诉各位呢 选取的操作 如果一看开始 如果你没有选好 没有把这个部分做好 你后面的操作 都有可能会产生错误 大家觉得喔 所以这个地方 请我特别输入一下 再来 假设我现在呢 选到了这么多的点 我是点来说 那么呢 如果你选这个string 它是范围越来越缩小 我按一下 你们能看到这个键 点 线也是一样 我用这个框摸到这个算的方式 如果我把它整个选起 有没有 我就选到很多线了 我按一下这个string的话呢 范围会越缩怎么样 越缩小 那相反的就是group 我选到这 好 我选到这 每一点 你按一次group 它就会往外增长 然后我们要往外扩散前去 线也是一样 选到一条线 往外扩散就越选越多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呢 那么其他的 我就不讲 只要是有 都可以 这两个 范围很广 比方点 线 边界 这个大概都可以选到 我选到的面 再把它出入走就越选越多 好啦 接下来呢 我们往下看 这个Vortex 有没有 这个Vortex 代表什么意思呢 经由点 好啦 告诉各位 如果我选点的话 它仿不让你挑欸 有没有 因为它跟点没有关系 这奇怪齁 你这奇怪 它是跟线有关系 我举个例子 我现在选到的这个线模式 我点到By Brotard By Brotard 好 你注意看喔 我点到的点 这个点一点下去 它的点所产生出来的 所延伸出来的四条线 都会选到了 意思就是这样子 经由点去选到线名 好 那各位已经知道这个意思了 接下来呢 那么呢 底下一个By Angry 这个东西啊 是跟命的东西 所以我把它打勾 好了 这个呢 比如说 我给它讲这个三十度 它的意思是说呢 经由我选的面为基准 往外三十度的范围 都是它选到的范围 或是这样子 你们看到 全部都选到的 因为这个面比较小 如果你三十度出去的话呢 如果今天东西够大的话呢 或是怎么样 或是它比较复杂 你经过角度出去 角度越小 能够选到的东西 能够选到的面就越少 好了 这边呢 这边呢 各位大概了解一下以后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Rin是什么意思 好了 这边呢 我选到点 它可不可以按 不可以按 那look也是这样 因为它跟线 才有关系 它跟线是有关系的 好 那么跟线有关系的话呢 请各位呢 我们来了解一下 好 那么呢 首先啊 我先选到一条线 好了 如果你选到Rin的话呢 这是一环 一个环 相反的 如果我选了是look 那就是一圈 有没有 一圈 好 那么呢 接下来 如果我说呢 我再选到一条 就是一条就好 那各位请注意看 它旁边是不是有那个 上下的线 你这样点 它会往另外一边跑 往下呢 是往另外一边跑 对不对 好 那你请各位注意 除此之外 你还可以配合你的卡 头键 你把Ctrl键按住不要放 你再去点的时候 你就可以点到 由它开始 点到点到 都会知道吗 同样的道理也是一样 好 我选到这条线 然后呢 Ctrl按住之后 按这个loop 好 那么它就可以怎么样 就可以连续选到好几条线 也就是说呢 今天如果 你要光选 不好光选 你用这种方式 也许会比较快 好 OK 好了 那么呢 我们拿 常见的 这个选取的方式呢 我们就先请到这边 先请到这边 那么呢 能够把我们要的东西 选到以后 那么呢 才有办法再进一步的 下面的动作 再来 那么呢 这个边界呢 通常我们是选不到的 通常你呢 如果没有任何的破洞 这个边界跟你是有关的 好 除非今天啦 我把一个洞 好 我选到一个洞 选到一个面 把它删掉 第一个把它删掉 这时候啦 边界才有存在的意义 好 那这个边界以后呢 把这个点 点一下 它就自动的把边界 它会自动寻找一个 好 范围出来 然后呢 选到它 OK了 好 所以这个地方呢 请各位呢 注入一下 OK了 接下来呢 我们来了解一下 下面这三个 off stop material 是什么意思呢 通常内定的是off 好 现在我选第二个 那各位你注意看喔 你注意看我接下来的滑鼠 好 比如说我选的面团 好 各位请看 有没有发现有什么操作 有什么操作 对 你移到哪里 它就会先 显示到哪里 有没有 好 刚刚呢 本来是off 你滑鼠放上去 它没什么反应 有没有 可是呢 你把这个stop按下去之后呢 你滑鼠移到哪边 它就会先秀出来 好 它会先显示说 你的滑鼠在什么地方 线也是一样 好 你呢 经过了什么线 放在什么线上 还没有点它喔 就是放好就好 它就会先秀给你看 好 那第二个呢 好 除了 秀出来之外呢 好 如果曾经选到什么线 它也会秀出来给你看 好 因此是这样 那么呢 我们呢 刚刚呢 这三个呢 已经把它呢 秀一遍给大家看一下 好 那比如说好 我选这个 好 我选这个面好 好 现在呢 选到这个面以后呢 OK了 我现在 如果我把它选了这个 好 好 好 我们在跑的时候啊 那么呢 这个 这个Mater 到底想它会用一个 它会用一个出出的线吗 光线 等一下再来看什么问题 它呢 就是说第三个 第三个的差别 跟第二个差别在于说 它会把你前面 有选到的 它会显示出来 OK 这样 好 好 等一下我来看一下 看看 这个问题 好 这两个差别 通常我们是用第一个 比较多 中间这个比较多 OK 那么呢 待会呢 我们呢 再继续往下讲解 那请各位啊 练习一下这几个地方 好 不过呢 这个白angry 这边呢 你就算角度再小 你试过 你点一下 它还是会全部选到了 好 如果你小一点的话 像比如说呢 比如说 大概到15度左右 好 大概你点到 它呢 就会全部都选到了 好 它以角度来讲 它以角度来讲 从它选到了 然后呢 分散是这个角度来讲的 好 所以你可以等一下 去练习一下 好了 那么我把萤幕呢 先换个座位了 来 好 先了解怎么样 你选到东西之后啊 待会 我们再继续往下讲解 有关于点的 操作的部分